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2日 星期四 原來明天就是冬至 祝大家冬至快樂 我們人在河外 都會應一下節 買些菜回來加菜 跟家人吃飯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大陸這三年的疫症 可以說 跟1959至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 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當年的三年困難時期 事後 大家才知道餓死人 當時的數字 沒有人知道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 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但是 根據 幾個不同的資料 另外一位 外籍的中國的 歷史學家 叫做馮克 他是個外籍 他寫了一本書 當時 研究了很久 得出來的數字是4500萬人 中共當時 約是6億多人口 死了4千多萬人 比例一點也不小 在老毛眼中 其實4千多萬人只是一個數字 一個百分比例而已 對於他來說是沒有所謂的 但是這三年的自然災害 其實 跟現在一樣 是騙人的 當時的大饑荒 是因為由大躍進大煉綱 而造成 為甚麼會在 和平了之後 會餓死人呢 跟現在的武漢肺炎 三年封控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們要跟大家簡單說一下當時的大饑荒的情況 以及 現在 對比現在這三年 防疫究竟出現了甚麼人 你會 發覺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中共人定勝天 領袖的意志 是令到這些人 無端端枉死 我們在 做一個比較之前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六部曲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我們有VPN 如果大家有需要也可以訂購我們的VPN 在我們的節目 簡介 大家點擊進去 就會看到VPN的連結 第一行就是我們的Patreon連結 第二行就是VPN 我們現在只有靠這兩樣 是 增加我們的收入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當時1959至1962年 開始餓死人 其實就是因為中共推行三面紅旗 大躍進 總路線人民公社 結果 所有人 去公家的食堂吃飯 是吧 把所有東西都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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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他們就放衛星填 大家鬥在那裡吹 又說某產萬斤 你產一萬斤 我要拿過你 某產兩萬斤 人民日報當時報導 最誇張的 是去到某產三十六萬斤 結果當然是離譜 某產萬斤會出現一個甚麼後果呢 作大了 無所謂 作大不用死 錯了 作大要死 你作了一條數那麼大 中共就要按照那條數來跟你徵糧嘛 你要交稅嘛 是不是 你那裏平時 某產的一千斤 可能只有幾百斤 你現在說一萬斤 我多了十倍 我當你一成稅 你也要全部交出來 如果某產三萬斤 你也要交三倍 這個是假設 你說哪有那麼多稅交出來呢 根本就沒有 所以你也不用只要拿到 全部都要上繳去 當時的糧倉是有米的 是有糧食的 但是 中共是不會給你吃 全部派軍人守住 餓死人 人們要逃亡 要去別處找食 謀生行不行 不行 不准出去 不准出村 那些人是要逃亡 要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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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現在的封城 是一模一樣 不讓你出去 火燭不讓你出去 有甚麼事也不讓你出去 沒有飯吃 餓死 自己是要逃亡 要逃亡 這次當然 比起 這個當年的三年 大饑荒更加慘 就是這次是封條與順 而且是和平時期 還是中國高出發展之後的時期 這個才是大慘 其實當年 中共拿了兩個藉口出來 是騙人的 第一 三年特大自然災害 第二 蘇修逼債 這兩個是假的 好像現在 中共把武漢肺炎拉到美軍軍運會 拿來中國傳播一樣 全部是假的 根本 大家找回 當時的氣象網站 找回亞洲區的氣象網站去看 1959至1962年 這三年 剛剛好是封條與順 連風也沒有甚麼打 也沒有洪災 也沒有黃蟲 沒有水浸 沒有大海 甚麼都沒有 是封條與順 完全沒有甚麼 自然災害出現過 好了 不單止如此 說起蘇修逼債更加是 無恥之中的無恥 當時為甚麼中國會欠蘇修的債呢 就是1950年打的韓戰 當時 金日成要求出兵 毛澤東 就問了史太林 史太林 你出兵 我撐你武器 原來撐你武器的意思是賣給你 武器要收錢的 結果中共 傻傻傻 人家幫人家聖金的 搶了政權回來 幫人家發動軍事政變 搶了政權回來 自己甚麼都沒有 還要付錢去賣軍火去支持 還要踏上 一百幾十萬志願軍的性命 當然這些志願軍本身就是大部分都是投降將領 是國民黨的航兵 全部就是打算拿他去做炮灰 好了 跟人家聖金的打一場仗 幫人家奪了權 到頭來人家不認你這件事 死了兒子 還要 大量的磅水 跟蘇聯買那些武器 那些武器是要跟人家買的 不是送給他的 也不是擦除朝鮮 是擦除中共 你要打嘛 武器是給你用的嘛 結果中共就背著一大筆債上身 這筆債到了59年 60年左右的時候 當時的克魯曉夫 收到封 中國發生大饑荒 搞到人吃人 就跟中共說 我們知道你們就發生饑荒 你們的債務 就遲些才還啦 不用還 因為我們糧食我們也有的 讓你們解決了你的問題 到有鬆動才還 結果是怎樣呢 老母為了要面子 沒有問題 我們有很多糧食 還要提早還債 本來分歧款 一次過提早還債給蘇聯 事後就屈蘇聯逼債 叫做蘇修逼債 根本人家沒有逼債 人家還問你需要幫忙 是不是 當時的這個 聯合國好像是美國 也有伸出援手 也有問中國要不要幫忙 當然中央說不用幫忙啦 用不著你那麼好心 我們搞得好 好了 不單止是這樣 其實呢 當時他是向加拿大 動用僅有的外匯 向加拿大購買了很多 大米和小麥 購買了 幾船的糧食 誰知道糧食在 運往的途中 運來中國的途中 收到納米比亞的電話 納米比亞的電話 中共就即時 打總臉 衝叛子 即時說沒問題 包在我 我老大哥身上 我要做大佬 當時的中共要做大佬 結果就把 這三船 的糧食 運到納米比亞 結果納米比亞 覺得東西不合格 好像最後也倒了下海 這個 當時傳過很多版本 有些說收了 有些說因為那個質量 過了 好像過期還是怎樣 納米比亞最後沒有要到 又丟了下海 即是說中國人民 的命其實是沒有價值的 他完全完全沒有所謂 你餓死就餓死 好了 現在 大家一比較就覺得很像 所有東西全部都是謊話 這個疫症說得很危險 一碰到就會死 我們為了保障你人民生命健康財產 結果大伯和當年的軍隊一樣 封住村口不讓你出去 我餓死了 沒得吃了 我本來美團我自己叫了外賣 不准 我自己在外面訂了一些貨回來的團購 不給 丟掉你的東西 跟當年有甚麼分別呢 完全沒有分別 強行餓死你們 以後將來中共要寫歷史 是不是又是說三年特大的自然疫症 或者是災難 根本就是他自己一手做出來的 好了 再說回現在的風控 三年過去 做了一些完全沒有用的方艙 棄了一些集中營 完全沒有提升到醫療水平 做核酸 完全沒有任何的藥育成分 完全沒有抗藥性 完全沒有抗藥性 完全沒有醫學的成分 純粹是檢查你和這個鹽刃棒 和你 買一千億鹽刃棒 一萬億鹽刃棒是沒有分別的 以及你的糧血壓是沒有分別的 搞到現在 連發燒 退銷藥也沒有 你想一下 這三年來中共做了甚麼呢 花了那麼多錢 完全沒有upgrade到他的醫療體系 白洗的 全部都去貪官那裏 都去浪費那裏 做了一些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外國人看來真是笑死 到了一開放 又爆得 很離譜 因為跟外國完全不同的 你這隻 不是外面那隻Omicron 你這隻是不是有人放毒呀 是不是在水下毒呀 所有人都 中招 沒人幸免的 我當時已經聽到有人呼籲 千萬不要喝水 一定要喝瓶裝水 不要用水後水的水 連煮飯洗菜也不要用那些水 因為有危險 我們看看現在 三年的風暴 和當年的大饑荒 其實很相似 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沒有人知道 武漢 封鎖消息 到現在也是 現在北京 最主要是北京 其他地方死了的 河南 屍體堆到周圍 每一個地方的殯儀館 都是 用24小時不停的墳位 靠墳化爐去燒 燒了很久很久 有些爐燒到壞了 死那麼多人 究竟是 人為了還是怎樣 你看看外國有沒有這樣爆發 可能中國人的體質比較差 那是不是全部都那麼差呢 是不是會爆得那麼誇張呢 這個真的是中共 中共 自己才知道 我們覺得 大家都是三年 而現在的習近平也學了當年的老母 出來在180度扭轉 告訴大家 我們很尊重人民的生命財產 我們現在要找經濟 要找經濟 要蓄生產 然後又說 我一向都支持民營企業 完全全跟當年沒有分別 那麼老母出來慣舖 退居二線 習近平會不會呢 我想要他也很難 他現在 毀過他人就會 無關我事 是黨中央的決定 不是他一個人的決定 當初就叫做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現在 他又要親自領導這個經濟 當然 當然 當然是很恐怖 經濟是被他玩死的 有甚麼不難尾 現在搞到大陸 大爆發 退銷藥買不到 那些病症 跟以往的完全不同 反而跟最原始的病毒好似 三年 甚麼病毒都已經進化了 為甚麼你的病毒沒有進化 還是最原始的病毒呢 你藏起來就拿出來的 藏起來就拿出來的 這個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呢 很多時候人禍 往往真的很相似 中國的人禍 其實 不久就出現了一次 原因就是那個制度 一個這樣的制度 使得人禍不斷出現 一黨獨裁 遍地時災 何況現在是習近平一日獨裁 當然全國都要受災 這次的受災範圍 很龐大 很廣泛 基本上 接近人人有份 連一些政部級的軍部 退休的80多歲 都是因為武漢肺炎而死 大家想想多嚴重呢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 大陸的朋友 不要那麼緊張 有時發燒還未到39度 也不是很危險的 用冰袋 這個是 西醫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退消 真的去醫院 感染的機會更大 你真的要排隊 在家休息多一點 睡多一點 聽我們星期二得道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我們會盡快 加緊搞字幕下去了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星期二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其實是有Discount 但是 我認為這條連結